在占星学中 第七夫妻工 除了代表夫妻合作之外 也代表了竞争对手的表现 视为一般新学俗家 荣誉忽略的解释功能 随此不知者的无知操作 便发生了 美阿拉斯加州 安克雷骑士 于2021年3月18日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 美代表国务卿布林肯 被中国老虎羊吊打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一幕 看布林肯 2021年3月18日 刘日盘 第七夫妻工前 有丁氏占星一直宣告 中共代表新闻敏王 会月亮为农业 为夫妻中夫畅附随 妻子配合 当已夫自天出头的顺从 于是在前两轮同样是新丑年的 义和团战败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 饥饿中国为了富强 便只好韬光养晦如勾建 卧心尝胀的容忍一切 这便是布林肯 气功代表美国霸权看待中国的心态 月亮在占星学中也代表着 积习的态度 所以不参考流运变化会改变 本命盘吉凶的俗斯操作 那便是击弱的中国 可以被美国吊打 而当如月亮为顺民一般的默默承受 这便有了布林肯本命盘发生 2021年3月18日 流日盘错二的变化 寄星盘如月亮符号的月亮 设为流行月亮简称流月 将入第三说话宫 惠金星为设计之星 冲海王为真假之假星 既非说话本意为真 的其他题外话题为假的内容 而有其非以和谈为主轴的开场白 指责中国人权 如老大哥巡视小弟 突选美国霸权地位的等等题外内容 便引起了中方代表 老虎羊月亮三合金星 以平和的语气说出了 我们认为我们把美国想得太好了 其后面更令人解气的话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内容 而为星盘中 蓝幸福号为流行火星 简称流火引动月亮的露气之成像 于是此日流火行木星 存胸红线的成像 木星计丁世占星一直宣告为 美国的代表星 便使得美国霸权地位 在木星意识国际间而有了动摇 同样因为木星在布林肯的本命盘中 代表了其前途 及外交事务的发展 便印有 木星红线存胸的结果 而能不能顺利做完 这一任国务卿的位置 其实值得后续的观察 与此事件同样在网路上火红的画面 便是这大陆动画 纳兔纳兔那些事儿 简称纳兔 兔鹰会谈的 兔子呵斥老鹰的段落 真的很有意思 除了老鹰 是美国国鸟之外 纳兔为中国 在占星学便有一个巧合 便是丁世占星一直宣告 敏王为中共代表星 敏王兴守护着天蝎座 在中国十二地支 为卯 生肖代表 既是兔 所以纳兔 兔鹰会谈的内容 真的是中美会谈的写照 有意思吧 欢迎想了解 有意思的占星学 及轻松预见 人生急修的好朋友们 手机搜寻 LINEID CCDNG2017 微信ID CCDNG2003 既然与笔者 丁长青结为好友 互通有无 了解详情哦 祝福大家事事顺利 别忘了订阅 及分享本影片 给有需要的好朋友们 功德无量 感恩 谢谢观看 拜拜 拜拜